开着一辆车一个旅行 早上好朋友们 昨天晚上在这里露营了一晚 晚上起很大的大窩 有点要下雨的感觉 今天不打算做饭了 咱们去吃个面条吧 收拾一下准备继续出发 往前走了 请出早上 面条 好 早上 简单省事 8块钱的面条 味道还不错 吃饱喝酌 咱们往一仓方向进发了 Let's go 刚刚出荆州城 发现右边有条河堤 有条路咱们走进去玩一下休息一下 这条路上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啊 请在适当位置到头 好 这个地方叫万城大桥名字取得好霸气 此时地面上雾气弥漫 能见度很差 能找到地方停车吗 能找到地方停车吗 这里线高2米2 还好今天这个线高杆没有合上 不然咱们就在这里掉头 这就有点尴尬了 线高2米 这是绝对过不去的 前面有一个大桥 咱们去大桥底下看能不能找个露营地 这个路旁似乎有一条路 咱们把车看能不能搞进去 今天上午就在这边休息了 今天上午就在这边休息了 哇 这个地方不错 刚好容了一辆车 OK 下车看起来到家了 哇 这个地上全是水珠 这地方真不错 这个地岸上雾气弥漫 游入仙境 因为有雾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山 这不算山间了 整个河地间全是雾蒙蒙的一片 这种景象也只能这个雾气 天气才能看到 平时看不到这种景色 这也算是独一的景色吧 这边是一排什么树 白羊树还是啥树 里面有小鸟叽叽喳喳 下面有油菜花 这边应该是一条国道吧 这是去往哪里的 我也不太清楚啊 哦 右边是国道 左边是铁路 这个地方还真的不错啊 那边还有一条路 我是走到这一遍 咱们的车已经停好了 中场休息两个小时 不赶时间 漫游 咱们下午一点出发 1 2 0 2 4 4 5 Yout B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 一片绿色 前面似乎住了人家呀 很安静的一条临间小道 这菜子长得不错啊 朋友们看 我闻到了豌豆八果的味道 豌豆 豌豆的话也可以吃了 这户人家不在家 我想下来接个厕所 不是下来搞菜的 朋友们 这 这 这 其实 好弄啊 这边看看 终于找到了 我乖乖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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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了 进还是可以进的 什么呀 我乖乖 这不就有点尴尬了 我乖乖 我乖乖 这不就是这个 这不就有点尴尬 那个 那 这是这个 是这个 有点尴尬的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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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已经到达了滋江 今天跑了70多公里 滋江的话是湖北滋江市 古代这里叫丹阳 这里属于宜昌市管辖 滋江 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滋江大曲 白云边 黄鹤楼 这个酒啊 好像有一个酒叫滋江大曲 缠酒的地方 再往前面走几十公里就进入宜昌市了啊 这边是荆州市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 我看这个门口没有任何闸机 我就直接把车开进来了啊 非常大 看 在这里今天就不走了 明天咱们继续出发 今天在这里起锅烧油 晚上必须要做饭了 因为家里带出来的这个菜啊 再不走就坏了 今天晚上我准备做两个菜 哈哈 这个地方的环境还不错 寥有花香 并且非常安静 今天晚上有个黄瓜 然后一个蒜苔炒肉 非常的标的 好久没做饭了 今天大吃大喝 该饭 两个菜 这是两份啊 朋友们 现在下午两点吃一顿 然后吃不完留到晚上五点 再吃一顿 开吃 多好了 不要吃饭的 这样 我吃饭了 为什么 这些 我吃饭了 凤凰 这些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柳橙 可以吃饭了 你吃饭了 好 说实话 有时候 吃的那个小晚餐 感觉还没有 自己做的好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